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mypureland 继续我们地藏菩萨本愿经下卷第十品了 效量不失功德 这一品呢,我觉得 我觉得每一品都很重要 这一品呢,是让大家会知道 回向 要怎么回向 到底你回向去哪里了 然后 就回向原来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不要小看小小的一个回向 那我们就先开始讲 回向那个是它是在地十品的靠后面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在这边呢,就是地藏王菩萨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我看有很多众生 他们都有布施 那有一些人呢 他所受的福报只是一身 有一些人十身 有一些人百身千身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布施 效量功德的轻重 那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多身受热的 那 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说了 那释迦牟尼佛呢 因为我想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在2500年以前 甚至更远以前 2000 那当时那个年代应该都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积极 是很厉害的 就是有钱人 国王家的 就是有官位的 跟平民 他们的两极分化是很大的 而且他们可能会当平民的生命 不是一个生命 所以他这边 其实是对很多国王 达官贵人所讲的 因为当时有很多国王 就是那些王族的人 都会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嘛 那释迦牟尼佛就这样说 他说 如果有国王 大臣 大长者 大查理 大婆罗门等 在印度以前 婆罗门是贵族吗 他说 他们如果遇到贫穷的 伤残的 就是耳朵听不到的 也是哑巴嘴里说不到的 那种身体不健全的人 他们如果可以 就是有慈悲心 下心寒笑 就是带着真的慈悲心 微笑的去布施那些人 这些国王 这些权贵的人 他们的布施 如百横河沙佛 功德之力 如佛 那么多的功德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们这些国王 对于这些平民 他们会觉得那些是低等的人 而且是身体有残缺的人 对他们发的那个慈悲心啊 那因为是那个慈悲心 可以让他们在摆 就让那些国王啊 那些大臣 在摆千身中 尝得七宝巨竹 而且不愁吃 不愁穿 还有 又说 如果有国王 婆罗门等 就是都是指那些贵族的人 上等人 在以前年代上的人 如果他们遇到 佛的塔寺 佛的形象 菩萨像 身文菩萨 匹之佛像 公自迎办 供养布施 就是应该 如果是以现在来说 他们去可以 去修建一下这个庙啊 可以在这个庙里面 就是 捐多点钱 等这个庙可以继续下去 就是因为庙 就是你开一个庙 然后就是里面需要有经费的嘛 那他说 这些国王 就这些贵族人等 当得三杰为帝氏身 寿身妙乐 帝氏就是应该是天上的帝王吧 若能以此布施福利 回向法界 这个法界就是我最后讲的 这边有说 回向法界哦 是大国王等 于时节中 常为大范天王 好 我现在跟你们讲哦 如果他只是说 我不施给庙啊 就是有佛像 我去见佛像啊 我去捐钱啊 给这个庙可以继续开下去啊 好了 那他是什么呢 他只是当得三杰为帝氏身 那帝氏是在天道的哦 天道 如果他能以此布施的福利 回向 他做回向哦 他回向给法界 那这些大国王在十杰里面 之前是三杰哦 他十杰里面 常为大范天王 大范天王是出了六道的 他是出了玉戒的 他是在色界天的 所以他是解脱六道的 所以回向法界的一个重要性 好 我们继续下去哦 所以你看 帝藏王菩萨经 他的 如果你细细的读 这个就是一个法门啊 就是你要怎么样解脱 然后去哪个地方 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这就是法门啊 然后他说 未来是有诸国王治婆罗门等 如果遇到 庙啊 金像啊 有被人家破坏的 他能发心去修补 那或劝他人 或是跟子民说 啊 这个庙现在是需要筹款 他人让很多人去布施 然后去结缘的 这个国王呢 百千身中常为转轮往生 跟他一样的布施的人呢 百千身中常为小国往生 如果于塔庙前发心回向 就是发那个回向的心 这个国王还有他的子民 净成佛道 以此果报 无量无边 回向以后哦 回向之前 跟回向以后的利益 是不一样的哦 这就是 他就是要解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解说给地藏王菩萨 问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做好事 他们得到的福报大小 长短 却是不一样的 关键就在于这个回向 好 我们再听下去哦 如果在未来世中 这些国王 婆罗门等 见猪老病及生产妇女 若一念间 有大慈心 布施医药 饮食握具 使令安乐 如是福利 最不思议 一百节中常为 禁居天主 二百节中常为 六欲天主 必尽成佛 永不得 永不得恶道 乃至百千生中 而不闻苦生 就是你布施 见到人家 以前因为 古代的时候 生产妇女 他们不像我们现在 医药那么发达 他们会因为一个难产 就是而死亡的 所以布施给那些生病呢 还有生产妇女的人 的功德是有多大 然后还有说 国王婆罗门 你们能做这样的布施 是祸福无量的 如果能回向 不问多少 必尽成佛 回向了 不要求回报 不要说我能得到多少 最后面 必尽成佛 何况 示范转人之报 你都成佛了 你也不介意去 就是不 就是你 你得到了一个大圆满 你不会想去说 我再去天界 我再去色界 你已经最后面 得到了大圆满 这就是力量 回向的力量 然后他说 地藏 普劝众生 当如是血 就是要众生也这样做 好了 你们不要觉得这一瓶 只是在说国王哦 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国王了 我在读这一瓶的时候 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 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 我们自己是国王 不是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 为了越来越就是 就是 进化了 我们不是在生活在以前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身在文明的时代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很自我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就是公主 我就是高高在上的 你怎么样 所以其实这一瓶 在古代的时候 可能是对着帝王家族来说的 但是对现代的人说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要放下我们的自我 然后去布施别人 所以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不是只是说以前 因为我们人是非常自我的 接下去 他说 如果在未来世中 善男子 善女人 于佛法中 众少善根 毛发沙尘等许 就是很少很少 做很小的 哪怕一件事情 所受的福利 都不可为遇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遇到佛的形象 菩萨形象 匹之佛形象 转轮王形象 布施供养 德无量福 常在人天 寿生妙乐 就是 第九品 大家有没有做第九品 我教大家的那个观想 那个用观想 意念观想去供养 这个是德无量福的哦 如果 能回向法界 又出来这四个字咯 回向法界 世人福利 不可为遇 已经提到过很多次 回向法界了 是不是 再来 未来世中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遇 大成经典 听闻 一句一记 发音众心 赞叹恭敬 不施供养 世人祸大果报 无量无边 如果 回向法界 祈福不可为遇 所以啊 我们如果在上一个 我地九品 你们有听视频的 你们真的有做意念的 最后面加一个回向 回向法界 然后我最后会跟大家解说 法界是什么 再继续下去哦 哦 插一句 我们这边有 看我视频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有去 听闻经典 所以还是要随起大家 大家很有福报 这个听闻经典的 一句一记 都是或大果报的哦 记得回向 接下去 如果有 善男子 善女人 也是一样的 如果 如果遇到呢 就是 大乘经典 然后 赞叹 赞礼 布施 供养 上面一个是 听闻一句一记 这一个是赞叹 赞礼 如果 遇到 就是跟国王一样的 如果遇到有 庙啊 什么被破坏的 然后你可以去 发心修补 有钱的出钱 有钱的 有利的出利 那也可以 劝周围的人 大家一起去 比如说 这个庙在建四 他们缺经费 那你自己 以自己的能力 你可以捐钱 你可以说 我去做义工 那也可以劝 就是跟自己的朋友说 这个庙里面 可以要捐钱哦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结 一个善缘嘛 你建庙 或者是 人家造佛 菩萨塔像啊 你去赚一点钱啊 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如果像这个样子哦 还劝大家一起去做的哦 像这样的人 三十生中 常为诸小国王 谈乐之人 常为伦王 还以善法 教化诸小国王 然后接下来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于佛法中 所种善根 或布施供养 修补塔四 庄里经典 乃至一毛一尘 一杀一地 就是刚说 刚刚之前的那些好事 你做那些事哦 如果这样的善事 最后 回向法界 世人功德 百千生中 受上妙乐 如果你只是回向给自己的家属 自己的亲人 或自己自身的利益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你只能三身受乐 如果你舍弃 舍弃自己的一些利益 舍弃得万宝 所以你要回向法界啊 知故地藏 布施因缘 岂是如是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跟地藏王菩萨讲的 你的布施 能得什么样子的 一个利益 大利益 小利益 听完了 你们就知道 你们想要得大利益 必须要舍 舍弃自身的小利益 回向 回向法界 好 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解说 哎 法界是什么 我先 OK 其实应该是说十法界 那第十个法界是佛的法界 然后有九法界 哪九个法界 九法界 菩萨法界 圆觉法界 身文法界 天法界 阿修罗法界 人法界 出身法界 恶鬼法界 地狱法界 OK 这九个法界呢 就是比如说 你在菩萨的法界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佛的法界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你会知道 圆觉的法界 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走过来了 那在圆觉的法界 你不知道 菩萨的法界 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你会知道 你下面身文的法界 是如何的 就是你会看到 那里的人 还在颠倒 还在梦境之中 还在幻觉之中 因为没有大圆满 那在 在身文的法界人 他会知道天界 他不知道圆觉 那在天界的人呢 他会不知道 身文法界 但是 他会知道 他下面 阿修罗法界的 那阿修罗法界 他不知道 天界的人是怎么样 但他知道人界 他们会觉得 我们人就在 活在颠倒之中 那人的法界 比如说 他我们知道 畜生倒是怎么样 我们会看到 那些狗啊 猪啊 就知道 他们就颠倒 傻傻的 只知道吃 对不对 但是我们人的法界 我们是不知道 天界 不知道阿修罗界的 就是我们是不知道 比我们上面那一界 但我们会清楚 下面那一界 就像恶鬼法界 他们知道 地狱法界是怎么样子 但他们不知道 畜生倒是怎么样子的 那地狱法界 他知道恶鬼怎么样 那地狱中生 就是颠倒了 最苦难的地狱中生 包括菩萨 菩萨法界 不知道佛界是如何的 就是这样子 你在那个 你不知道你上面 你知道你下面 这就是九法界 加佛的法界 就是十法界 那我们回向 回向 回向法界 大家就知道了 十法界 那我现在就来说 我自己对法界的 一个理解 这是代表 我自己个人的 一个感悟 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 就是我们人的 一个念头 地狱王菩萨讲过 我们每一个念头 起心动念都是罪 其实我们一个念头 哪怕我们 没有付出行动 但是你知道 那是一个波 它这个波呢 就会发出去 大家有没有看过 以前小孩子 会玩一个东西 就把一个石头 扔进那个壶里面 那个壶呢 会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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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开一圈一圈 这样子就扔石头 其实我们的念头呢 就犹如那一个石头 然后它会由波 不停地往外散发 它散发去哪里呢 那大家有没有听 就是听说过 我们这个是三维 然后我们是四维的投影 四维是五维的投影 五维是六维投影 就是这样一界 一个上去的 包括就这边说的 十法界吗 对不对 一个一个上去的 那到最上面的 那个时候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源头 你的波去震到源头的 就是你一个起心动念 一个善意 一个恶意 是去到源头的 那源头 源头 我们拿那个十法界的 第十个法界 佛的法界来说 它是包含一切的 它是包含 所有一切的 十法界 一切 那个源头里面 那个源头是什么 那个源头是空性 空性 空性包含一切 那空性是什么 个人 都是佛 就是那个佛性啊 所以我读完金刚经 我读懂了以后 很开心 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本性都是佛 所以说 当我们回向的时候 我们是去 我们是回向法界的时候 我们是回向到那里去了 回向到那个源头 那个源头 就是自己的本性 所以当你只顾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是那么狭窄的 你就是在人道里面 那么狭窄的 所以你的受益 就是这么一点 但是空性里面 包含一切 你回向给法界 回向给一切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有德 就是会有百倍千倍的福报 返回来呢 因为那你是回归自己的本性 因为那些是包含一切的 所以你的福报 是包含一切的 回归自己的本性 法界里面包含一切 所以你对别人的回报 你回向给一切众生 有缘的 无缘的 法界 鬼道的 一切天道的 色界 无色界 菩萨界 一切的 最后面 回归自己的本性 其实 在当你做这样的 大回向法界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菩萨 因为你是有着菩提心 跟慈悲心的 你才能回向法界 一般的人会说 啊 我先回向给自己吧 先把自己拿够了 多出来的再回向给其他众生 有些人说 啊 我为什么要回向给他们 我先把我自己事情处理了 所以福报就那么一点 把你的心打开 你本来就什么也没有 你回向了什么呀 你回向了你的善根 你的善根摸不着的 不要去执着那个东西 就有时候我们人就 连一个摸不着东西都不愿意去做 就把自己的东西就往外舍 就放啊 就放自己的东西 我就回向 回向给我的敌人 回向给我讨厌的人 回向给我伤害过我的人 一切回归源头 源头包含一切 这就是回向法界 最后所有的利益 回归本性 所以这就是利人利己啊 所以这一章节很重要 因为他告诉你 你怎么做 你能最终成佛 你怎么做 你能得最大的利益 就是回向法界 回向法界 就要舍自我 破自我 好吧 这一章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就没有了 这一章很简单 很简单 但很重要 那希望大家可以 不断的去practice 去实践 去练习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